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去到 Ask Dixon 的環節 今天應該是收到一個中四的女同學 這個中四的女同學問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她中四的小測和測考的成績 每次都不高分, 問我如何改善 當中她自己寫了她自己平時的習慣 她都有看教科書 她將教科書的項目寫在自己的漂亮的無印筆記簿裏面 另一件事也有時候將教科書裏面 一些圖畫一次, 又畫顏色 我想她的筆記簿應該挺漂亮的 當中她說我的鼠大師很帥 問我想要一隻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那隻鼠大師其實是我第一年教書 那時候買回來的 我想都已經十一、十二年了 所以我想其實都賣不回來的了 OK? 來這裡提回鼠大師的背景 OK? 那針對這位同學究竟有什麼建議可以給她呢? 去到後面就是這樣 首先大家背後要理解一件事 其實你現在選修了這個生物科的話 其實我們就企圖用一個課程的東西 去幫助理解這個叫生物科的東西 但是記住一件事 其實生物科是一個很闊的範疇 例如日常生活裡面 或者現在說的武漢肺炎 非典型肺炎 其實我們的課程裡面 有沒有直接去涉及到這些東西 是沒有的 但是當中呢 我們通過這個課程 然後呢 有一些的課本 是能夠幫助去理解課程 而其實你現在呢 做法就是把課本的東西 就寫成這個筆記 OK? 那其實 首要的我想第一件事 寫都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呢 我想你現在去到中四 或者你遲些去到升中五和中六的話 其實你就要面對一件事叫做考試 其實如果你去看回課程 然後你根據本教科書 你跟著本教科書 是寫你的筆記的話 去應付這個考試的話 不是不行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我想是 為什麼你讀了 可能中四這個上學期 為什麼考試的分數 可能你未如理想呢? 原因就是之前那段片 幾段片裡面都有說過的 其實你是要針對性這樣去準備這個考試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建議 其實你應該做些什麼呢? 既然你現在都針對課本去寫你自己的筆記 寫得好好的的話 那不如試一下 針對這個考試題目去寫筆記 因為其實 那個考試裡面 其實過去2012年至2019年 都總共有八年了 OK? 我想你首要的就是 你過去做的小測卷也好 或者測考卷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為什麼你拿不到分數 又或者你看這條題目 你根本就看不明白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 可能你用了中一至中三裡面 讀科學的心態 以前的做法就是 其實你讀課本 或者你讀你的雜作 然後你可能寫寫自己的筆記 抄回課本裡面的知識下去的話 你應付的考試能夠掌握到的 但是其實去到高年級 尤其是我們生物科的話 我想最首要 你想考試的分數高的話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 不如你試試針對考試 去紮寫一個筆記 又或者我這樣說 叫做 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錯題集 OK? 那錯題集是什麼來的呢? 或者錯題筆記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 在網上裡面 我已經將2012年至2019年 那八年的MC 和Longcraft 我自己都寫了一些筆記 但是當中裡面 其實紮寫的過程裡面 我都有思考過那條問題 如何講解 以及如何整理 那當中 經歷了這八年的訓練之後 其實如果你叫我去考DXC考試的話 我也有信心 所以其實 與其是 用以前過去的做法 就是 用課本去紮寫筆記的話 那不如這個方法 就拼氣去 OK? 就不要用了 那不如試試用一些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不如試試 針對個考試 去寫一本 錯題集的筆記給自己 希望能夠做到的效果是怎樣? 就是 你準備你的考試 然後你準備了考試的筆記 利用到這麼多年 考試的筆記 你錯過的題目 你思考了的東西 以及那些重點式的東西 去針對回未來的考試 反而試一下這樣去溫習 可能你出來的效果是會好些的 但是到最後 真的提回你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生物科 是不是限制了在課程上 或者在你的考試上呢? 就不是的 記住一件事 真的留意一下你生活裡面 當中裡面有些什麼 生物學的原理 反而這件事 才是我們讀生物科 有意義的地方 那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幫到大家手呢 理解到生物科 究竟怎樣去學習 以及怎樣去讀 希望今天幫我大家手 拜拜